20分惨败辽宁队 孙明辉揪出广沙队头号水货卧底 拖胡金秋的后腿 球迷怒骂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CBA半决赛 广沙队刚刚在第四场系列赛的对决中 20分的烈士惨败给了CBA的未免冠军 辽宁队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引来了广大球迷的纷纷热议 有的呢 辽宁球迷感觉这场比赛辽宁队赢球是实至名归 是实力使然 而广沙队很多球迷认为呢 则是广沙队这边自乱阵脚 包括胡金秋的殷商离场 成为了球队的转折 而导致这场比赛 在广沙原本已经成胜追击 往拿下第三场的势头之下 领先了10多分了 结果在下半场大逆转 遭到辽宁队反超 又赢了广沙队20分 这一来一回接近30多分的分差 为什么上半场和下半场 广沙队判若两队 难道仅仅是一个胡金秋的受伤所为吗 那么虽然说胡金秋对于广沙队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缺少了一个胡金秋 却不至于让广沙队能够一来一回 差出去30来分 所以说胡金秋并不能够成为这支球队 本场比赛输掉比赛遭遇 辽宁队大逆转的最根本的原因 事实证明球队在本场比赛的一个崩坛输球 这背后肯定有着一个最大的罪魁祸首 也肯定有着头号水货卧底 这个人是谁 或许大家都希望把他给揪出来 只有揪出这个人 才能够真正解决广沙队战斗力的问题 才能够让广沙队真正的具备了冲击总冠军的实力和水平 那么事实证明 下一场比赛我们都知道广沙队将会遗失到沈阳 去到客场挑战辽宁队 而目前辽宁队他的唯一一个伤员 郭艾伦已经确定复出 所以说再加上胡金秋他的阴伤 下一场比赛大概率无法出战 导致两支球队目前整体的阵容完整度此消逼长 辽宁队占据了明显的上风 再加上刚刚拿下这次之后 辽宁队成胜追击势头正胜 所以说广沙去到沈阳 凶多吉少 想要拿下这五可能性几乎为零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无疑让广沙队本赛季的争冠前景 他的命运戛然而止了 让自己葬送了好局 可以说广沙队原本都已经在拿下这三之后 成为了本赛季C的争冠的第一热门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却把自己的这样一个 到手的总决赛门票拱手让给了原队 那么广沙队的表现 确实让人感觉到有些无厘头 让大家琢磨不透 为什么会爆出如此惊天冷门 在这次的比赛遭遇了如此耻辱性的逆转 谁应该为这场比赛负责 谁是这场比赛输球背后的第一责人呢 毫无疑问 这个人已经找到了 谁啊 他就是主教练王博 那么在比赛结束之后 球迷们铺天盖地的 无论在球场内还是球场外 高呼王博下课 王博在本场比赛 他的临场指挥的混乱 包括用人换人调整上的一些错误 角色性的错误 真的让大家感觉到 他有些后知后觉 在场上有些滞后 对吧 反应有些慢 有些迟钝 正是因为他的一些错误的决策 导致球队将这种场上大好的局面所葬送了 那么包括孙明辉 大家应该有印象 孙明辉在这个系列赛第二场 G2当时在沈阳打的时候 就曾经在比赛场上 公然对于王博 他的临场指挥的之后 表达了不满 当时孙明辉在场上挥舞着拳头 朝着王博 表示你赶紧换人啊 再不换人撑不住了 随后王博在孙明辉的这种示意之下 才在下一个暂停回合 用威尔斯换下了威尔哲 然后呢 通过这样一个换人 帮助广沙稳住局面 然后拿下了G2 事实证明 孙明辉作为一个球员 在场上都已经觉察到了 场上形势的不利 需要换人调整 而王博当时都没有觉察到 足以证明了王博这名教练 成为了广沙队最大的短板 成为了这个球队 争贯道路上最大的卧底水货 对吧 如果不是他的存在的话 或许广沙队不至于 打得如此狼狈和疲惫 对吧 只会死磕孙明辉 死磕胡金秋这几个点 让这两个人 也都是饱受伤病的困扰 目前也是透支严重 胡金秋又遭遇了重伤 真的是又一次 拖了胡金秋的后腿 对吧 如果不那么死磕这几个人的话 或许广沙队 他的整个阵阵班底 是可以打出更加有侵略性 更加完整性 更加有团队性的篮球 让这支球队更加不可战胜 那么事实证明 王博他的一些错误性的角色和用人 让这支广沙队 目前陷入到了 极致的低谷和困境之中 如果说王博在下一场比赛中 再不能够有所改变的话 那么势必 他也将会面临着 下课和失业的风险 不信咱就走着瞧吧